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打開一百三十三夜 這段經文再黏一遍 這段經文 因為經文 託句 就有疑 所以 這個荷雄的重點是這樣 託句 疾疾疾 這段經文就出來了 來 一切嫌犯 因嫌帝性 凌法起告 三世主婚 十二部經 在人性中 本主不佑 不靈主我 思求嫌帝性 只是風景 若主我請 不教多求 若一向 思為 思他嫌帝性 有, 不太悲 不要不出 一向 主心內 又失賊 主五 誰不賣 夢念 bolt 第二,我先提醒,隨悠告收,求不可敵, 欲去正真發責貫交,一創那間, 夢念古別,欲惜主性應有祈佛地。 師傅會是說, 中生內心,要先去選法。 要先去選法呢,因為中生不提起, 所以要先去選法,一定要受賢地性、教育, 要跟他計劃這樣。 計劃什麼分呢? 就是三世一節分, 還有十二部經, 都在我們人的主性中。 但是當你沒有學, 沒有學復活在那時, 或是學後沒有復活, 當然不知道這樣。 所以不知道就是不可以自我, 不可以自我就是不可以啟發到那個, 人生中本來鼓勵的, 這個十二部經。 那麼既然不可以自我, 輸求賢地性, 只是風景。 那麼這個賢地性, 也就是他本身要辦。 這樣才能夠開發中生的這個賢地。 但是如果有一天已經自我, 那麼這個你就能夠了解呢, 那個本來, 那個十二部經的這個利用事件, 是在我們人的主心裡面, 不必向外求的。 但是你不必向外求的, 一定要讓賢地性, 跟我們啟發, 我們比較會辦這樣。 然後再一次就說, 不可以接, 需要賢地性, 才能夠改團。 它還不能接這樣, 因為這樣就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主心裡面有地性, 可以在這裏, 這是一個地性, 可以在這裏自我這樣。 所以我們人的主性地, 叫做法治, 如果有生地, 那麼可以開發, 我們就能, 我們自己本身也可以 五出十二部經, 就是這個主性公民這樣。 所以如果去希間, 這個叫做無念天堂。 那麼手上外皮的生地性, 跟我們交疼。 那麼你也沒問題到這樣。 要注意喔。 那麼這個如果可以生氣, 非常會發揮, 那麼啟罐角 用地匪罐角 那麼一剎那間 可以 夢念 夢想 十念 都種別斷 可以 色族 本性 英雄 就能 倒打到 這個佛帝 我們現在 來看看 片段 我們前回有說到三世主婚了 下面這句不靈主婚 因為他說不靈主婚 求善地式 知識風景 這句的意思是說 比喻 我們人 雖然 有 主婦見分 我們 那個見分是在說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人 雖然有視覺神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物質的 這個本來故意的 這個視覺神經 但是如果外面 還是不公平的威嚇 我們不可以看到外面的視覺神經 那麼這句話 譬如說有一間房子 裡面很漂亮 種色很重嚴 但是你住在裡面 剛才黑暗 房子裡黑暗 到底裡面的 定食 五年重嚴 你本身也看不到 對不對 那麼這個 這個外面的意思是說 如果 我們眾生的這個 這個 的 色金 如果是主張的這個 這個叫我 這個又是色金的外 受到懵疑 那麼我們的主性公民 不開發 定義黑暗 意思 我們怎麼同黑暗的意思 這樣 但是內心 如果是黑暗 要怎麼用 所以 這個人就是 五斤對五斤 五斤 五斤 起心動 涼的這個分別語 所以 跟著性 不然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解決 要怎麼可以看到公民的這個事情 那麼 以前你跟我們說 需要選地性 幫我們幫忙開發 幫我們告示 這樣 這樣我們主人可以客戶的那個公民 這樣 所以這句頭前 是說這樣 就說 如果不可以自我 輸 救生 地性 跟我們支持 那麼支持 當然就是那個 金、本、法、義 這樣才可以 這個就跟我們說 這個問題是這樣 那麼 因為我們的主性 本來有空非發責 有三明、宿敵、五斤、六斤 無量公的上 但是這個東西是本來故鄉 這個本來故鄉 它現在裡面用一段 那個台豬肥海的一個客室 那麼這個台豬肥海 它這段客室 它是說這樣 說 賓、道、問、金、世、何、相、道 那麼這個金、世、何、相 它是說 媽祖、道、越 媽祖、道、越 就是這個輝靈的道孫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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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家保重 一切固執 使用自財 不加多久 那麼 五重處 一時休憩 那麼這段是怎樣 我先給主委簡單說一個三重的公案裡面 就是有一天 憲 台豬肥海 它是要不去 他去找媽祖、道、越 那媽祖、道、越 那媽祖、道、越 他問 說你來要做什麼 這樣 問這個台豬肥海 說你來要做什麼 這個肥海就說 我要來求做佛 他就回答這樣 含肥靈大師 動錯的意思是誰 那麼這個媽祖、道、越 他就跟他說這樣 說自家保重不枯 拋家散照做什麼 就說 你自己的家裡 你自己的家裡 有非常多的保重 你不枯 一四個黑白照 照說你要去找保重 這樣就拿剩下 他說 我這個所在一項東西 如果沒有 也沒有 你要給我求什麼佛法 這樣 好 現在這段的音樂是這樣 但是這個台豬肥海 他就在問 他在問媽祖 就他說 什麼是我自家的保重 媽祖就他講 說今天問我 那個就是這樣 假問我 假問我 那個一切枯著 思用自然 不需要向我去求 什麼 什麼 假問媽祖就對了 假問那個 所以 腓海聽到這句話之後 主食本身 所以這句話 什麼是腓海主家保重 他說懸問外的就是 什麼人懸問媽祖的 主委 什麼人在這裡去聽聽 主委 這樣對主委的 什麼人懷疑法來買 我不知道 好 暫時按下 好 所以他跟他說 你主家保重一切固執 輸用主宰 不免向外求嘛 但是他聽到這句話之後 他跟他說五種處 它是消氣 就是知識 知性 向外對求的心 這樣 那個叫做消氣 所以他跟他說 他自己的財布 隨身受用 可為看於我 那看於我就是主宰的意思 那 那 是無一法可恤 無一法可恤 因為這個可恤和可恤 這個是世間的對待 所以他跟他說 這樣這個中間 他們就一頭 來到媽祖 就一頭 人為說 可以求法 可以召喚 如果讓他召喚 可以召喚 可以消氣 就過去 那種賣相 但是 他已經知道 為什麼 那個不免向外求的那個 那個 所以他不敢說 無一法可恤 也無一法可恤 不見一法性別上 性別上 是說世間的性別 或是說 他的主心會生氣 還有收念 他說也有 不見一法可 一法來氣上 這樣 所以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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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來氣上的 那個 是偏十方塊 喔 偏十方塊 這幾位 喔 主委 這個叫做 控制精密六合 那個喔 那個 那個 台豬肥害的 主角 部長 那個 主角的部長 是偏十方塊 但是 沒有一個 美鈴 沒有一個 美鈴 小小的美鈴 有哪 不是主角的部長喔 法老公的公主主 應該大家 有哪兒聽過了 這個 原來的孩子 幫他走 那個走不去 那個孩子 到處去 流浪 流浪 這個原來的原來 只有找 這個孩子 找這個孩子 找很多年 找十幾年 找的 了 知道 說這個孩子 現在在哪裡 在做 不知道 但是他這樣向我 在那裡起床 這樣想不想 須問一下 什麼是媽祖的對話 跟這個 還有他要講的那個 那個祖家寶宗 他跟他說 問我那個就是 向我問那個就是 好 來 這樣可能 還有一個講案給我們審議 有一個務協法書 務協法 他從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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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那麼這個務協 向媽祖說這樣 說我 研究三生一項 是有一點心得 可是呢 我對三中的這個 喜心喜憤 會的這個又為 那麼我不能了解 現在審議 現在審議聽一下 但是媽祖 跟他說 說這個你不能了解的心 就是佛 就是佛 佛教沒有開閉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佛教問 如果這樣說 什麼是祖書生來的必備發音 現在無約再問媽祖 媽祖說這位台鐵 你真好度 你請回去 領回才來 那麼這個無約剛才要離開 媽祖在大聲發一說 無約 這樣 這樣之後這個無約剛才轉 先轉過來 媽祖再問是什麼 那無約剛才開幕 那麼 那麼 他在那個地方 還沒發聲 還沒聽到那個大發聲 那個 那專櫃聽到那句無約 頭洗滾來之後 那個是什麼人 那無約開幕 我相信這檔中間在座 怎麼有幾個可以稍微看 稍微看 稍微看 那個廟用的本心 那個人 無約在那裡 鐵鐵的開幕 這樣 這樣 因為這個 這個 鐵鐵鐵鐵鐵 鐵鐵鐵鐵 他 那種 心境 一樣意思 這樣 來 開幕後的人 先做什麼 開幕後的人 我現在再說一個開幕後的情形 這個大得叫做千萬行書 去問九頭魚籤 那麼這個千萬行書 就問這個叫九頭魚籤 說你對對來 那麼這個 九頭魚籤給他回答 說我在做家裡 做家裡 就是肥靈的地方 他說 你在那裡住什麼肥靈 那麼這個魚籤就跟他說 說我 要不去做家 我並沒有欠什麼 但是現在這個 他說你以前沒有欠什麼 這樣 你去做家裡 要做什麼 他說 我如果沒有去做家 我不知道我沒有欠什麼 所以這句話 我們再說回來 做家裡 如果沒有去做家裡 我也不知道我沒有欠什麼 所以這句話 我們再說回來 做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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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出財 我們還是要做家裡 做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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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求玄地性 只是風景 但是玄地性對這個無形犯 也一定要有一個追蹤喔 那個無欠什麼那個 是什麼人應該由哪能聽喔 好 這段就這樣音樂到這裡 這就是三個公安啦 我們知道喔 那麼玄邊這句解脫啦 這句解脫 叫做創任無欺 這是近久證條裡面說出來的 但是這個可能因例為無結境 我們知道喔 這個說創任無欺 人類不凌破 這樣叫做解脫 這個意思是 就說你的內心不去接觸錄定經商 就是 全身一切煩惱 無欺這樣叫做解脫 煩惱已經正前 這樣 但是煩惱正前 這個 就叫做解脫 不過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要怎麼有 短度煩惱 我們一定要 去精密 那個煙氣 和速度 因為我們今天 還在講出學 講出修的水準 你 你想說這個 台主婦那裡 剛才還說 他對三 三生來的 有真正救 但是對三宗的 這個死心死佛 他不知道 你想說 他有上當的基礎 今天比較近 就是媽祖的 媽祖的 他叫做一件無欺 這樣隨便 好 所以 想看 所以我們今天 一定要注重 延期 跟速性體的 這個修期 因為延期 就是無名 過月生死 但是速體 的這個八正德 就是 整化身體 的一個 基本法要 這兩條 一定要清澈 對勒 和解決 我們這兩條 因為無名 比較有 生和農事 因為八正德 比較有接觸 這樣 現在大家 一定要注重 這兩條 到有一天 我們就能 親情被害 也能 親情無欲 這樣 那麼 剛才說的 那個月 可能會引起 我們主義 內心有一個 震撼 那麼那個 有 有 無敵角 你聽到有 現在來 真正 發脊 灌脚 真正 發脊 灌脚 就是說 它在裡面 是說這樣 就是說 海水一地 滋明 淨 淨 這心片一切 地臨萬境 無物不教 無理不通 是為 正真 灌脚 這樣 那麼 它這句海水一地 滋明 淨 淨 有 這個 它不知道在記憶什麼 但是 後面 這個對有 心片一切 和 地境萬人 無物不教 無理不通 這句 它的主要是 頭這兩句是 看不清楚 但是 它的記憶 心片一切 它這就是 我們人的主性 主性 主性裡面 因為 它 主性 含萬 為當地 主性 地 如果是現前 那麼 我們人 沒有一個東西 不精通 意思是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 靜靜觀講 但是 這句話 是說 發脊現前 無事不明 無理不精 這樣 發脊現前 整個的這個手法 沒有一個東西 你不知道 每一個 道理 沒有一個人 你不精通 所以重要是 那個 如來中的 體型 那這個物為 氣毒 這樣比較有 每個中的水準 來 下面 下面 我們再看 那個 那個 這段 注意聽一下 這段 最小的聽 那個 心向我 那個 不再向我 普教神書 修心館 裡面說這樣 說 性 尼建龍 問 波羅提尊者 說這樣 尼建龍 問喔 波羅提尊者 回答 他才問說 什麼是分 那麼這個尊者 他說 健性是分 那麼這句健性 就像是 開五 主本性的無性法 開五 怎麼說 他現在這個 尼建龍 就問說 師父 你健性 尊者說 我健福性 因為 王 問他 那麼 性在哪裡 你已經建築 但性在哪裡 尊者說 性在作用 現在這段 注意聽一下 這段 和唐杜娜 三個公安 有直接的關係 注意聽一下 他說 性在作用 那麼 這個 還有 波羅提尊 這個 尼建龍 他還問 是何作用 五金不見 性是作用 那麼 有什麼作用 我現在不知道 但是尊者說 金現作用 王主不見 這個特色 現 因為 這個 尼建龍 會作用 剛才在那裡 幾乎尊者回答 問答 一問一答 現在 尼建龍 說 有五有 那個 金現作用 王主不見 那個 他還問 對我來說 有嗎 尊者說 王玉作用 無有不識 王玉不用 鐵役難顯 你如果有作用 沒有一個 不是的 但是你如果沒有作用 那個鐵役 現不出來 這樣 那麼這個王卡 又會問說 欲動用時 基礎出現 你說 你剛才說作用 怎麼有這個作用 的時候 在幾個地方出現 現在主委 下面這段 他們剛才 無欲 和台主飛海 那兩個 點 就是作用 那個 那個是心 是佛 那個就作用 所以他剛才說 欲出現時 當有基礎 出現的時候 他剛才說 有一個八點 在 王玉 基礎出現 那個八點 出現 會出現 我的性 會作用 請 請 你跟我說 這樣 所以 請 他說 在台發生 什麼東西 去做 去做 台心 行動 他說在台發生 觸死 人 在這個世間 在觸死 在 有一般的 這個生活動態 台人接著 這個觸死 那個 會作用 就是人 名稱 叫做人 但是 在目標 會作用 叫做劍 在 在影子 叫做紋 在片 可以辨別 那個香味 在手 可以辯論 在手 可以拿東西 可以拿東西 在腳 會走 那麼 偏 現 九階 三階 這句話就是 風自 蜜蜜 六峽 還是 騙虛 那些 會作用的東西 騙虛 收列 在意味道 就說 管治 解脫 重 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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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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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重 食 食 那麽那個是什麽啦 那個是什麽 那個是什麽 有相關的那個是什麽 那個幽是什麽 好 摔一摸摺不住 好 法人說那就是我的本性 不過摔一摸摺不住 再來 再會面子看 因爲這句英語這句佛地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很重要 現在這個塑膏語 他一句說這樣 濕佛地基原浴室 以一念上映肥 頓斷展濕興奮 由 在這裏 上無佛教科教 下無中生科法 使命 為祭佛地 這個佛地的基原 是佛地基原 就說是十個菩薩 一塊一塊去去教 由法醫的 教那個發分地 一塊一塊 那個基原的生息 但是你的想念 一念可以相應 和那個肥相應 這樣 頓斷展濕 那麼這個頓斷到究竟 就是金公入頂 所以不敢說要濕地過 那個微濕 那個無面微濕 所以就說那個收地中和煩惱中 這樣可以頓斷 那麼 這樣就叫做生佛了 要注意喔 開悟自生 建成是科生佛 但是建成不是生 不是就是佛 要注意這點 要經過十塊過 經過十塊努力 但是開悟自生 正無形發言 就是生佛的起點 要注意這點 要注意這點 但是這個 他還說這樣 在了 相佛佛可求 要注意喔 哈佛中生科法 要注意喔 哈佛中生科法 要怎麼說呢 因為一桌改空嘛 一桌改空 佛可也空 中生也空 要聽到嗎 金公經說 十無中生 差跌不會導致 又有佛可 неп 附濟 像佛俊 佛誦 無濕帝 無佛帝 看什麼人 聽什麼驚 這樣他跟他說 下無中生刻法 是無中生特別的頭 所以這樣比較達到佛帝 這個叫做英雄這次佛帝 和這個有 後面這段是比較固域 比較固域 頭前這段就是說 你如果能夠發展 那個心就是粉 因為心的作用 就是在胎或心 在處死或人 在癢或減 在膩 或減 在膩 或悶 在皮變鄉 在食丹倫 在手執 接觸 接觸 穩分 這些都是心的作用 所以比較有公司去八點 來 显君 我跟你講 怎麼已經加上所 不講話但是已經免強說出來了 已經免強說出來了 因為文中生會出來 就是可見晉 但是文中生出來 他這個大乘求經法 那個就是要引渡我們入整理的 入那個無乘法 要注意這點 但是無乘法是不可說法的 差不多那段到現在學民講的這段 總是叫做無違法 因為那個祭佛的這個 有福克科求 無重生科法 這個就是基本的無違法 但是在凡夫的檢測修裡面 就跟你說有福克求 聽不懂 有福克求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目標 沒有一個點 我們不用錢錢不買 所以才有這個五十二開尾 五十二開尾有 聽不懂 六十二開尾也有 再說十多也有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一定要順這個順利 但是有一天你開尾之後 你就知道十五一返 可修 十五一返 可定 一切本主古著 本主公明 本主願感 但是我們既然沒有水準 所以這些尾都拿尾 沒什麼出來 但是這個尾多少有一個概念 讓你從這裡都有一個概念 來 下面 你他是 か一個臉 你會說 will not not access in mind 哪有個顏� SPOA 我這 Civil Work 遠出 bench 他用來不管交叉 尾 blank 他買… 他用來的資料 還有自己在拜託 是為無念 用這個騙一切處也不得一切處 但正本身輸六式出六文 有六頓中無念無詞 來去自由通用無敵 這是佛祭山脈主宅改善明無念行 由佛祭不輸動靈黏鑽即使發白正名便見 這是佛祭山脈主宅改善明無詞 如果可以依地悲觀教 你的六頓、六頓、六頓和我的六頓 你都可以明佛徹底了解 因為一切改善 你就可以識足本心 因為我和我 無論悠為無為改善 那個空就是主本心 但是如果你可以識足本心 這樣你就可以改善 因為一切法無聲 所以以二聲來說 正無聲反 就是得到優得反過 那麼如果是佛祭山脈主宅改善明 就是已經正無聲發現這樣 那個就是識足本心 正無聲無別 本足立反 但是這樣你絕對會解決 所以這個二聲聖人 正無聲反過 那麼他就出王來 他絕對解決 大神菩薩德 可以開悟見得 那麼那個叫正無聲反應 那一陣就是相應 悠空的體型叫悠空 相應悠空 本來無聲 那個悠空的體型 所以那個叫做識足本心 這樣呢 大神菩薩德 也是改善 但是他就知道 他現在還在一切平定 所以他不敢個別解決 所以他一切平定 他發台主比心 公道無量眾生 比較未來生就生佛的無學位 他說欲敵解決 這個命叫做佛祭山脈 那麼佛祭山脈 他還在講得回來 現在講得回來 就是無念 但是什麼叫做無念 就是第一件一切法 心不念中 那麼這個叫做無念 反覆還不可以 這是屬性的 反覆還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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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能說無念 除非你如果無念 你就是出世 你有辦法嗎 contallen 非常之憎� 所以反覆還不可以 那你便宜 ssä ж 你還在社会家庭 但是你有追成 那麼你就是生前 型 當然是這樣 所以找 exem 蛤 騙一切法 那麼又覆益一切法 你有無念 區用 那麼 那個區用 騙一切法 都使用央了很自然 但是你又不接觸在這個圖 你去用你又不接觸 改作就去做 那麼你又不接觸說這個屬性的公德我可以做 我已經去做你沒有接觸 但情本心 這樣一直說 你如果可以情化本心就是要入性 情獨了 讓你的屬性出屬門後 在屬頂境無念無接這樣 就是說什麼呢 情化本心後 你的屬性出這個屬門就是屬頂 就是說你的屬頂面對屬頂 但是你在屬頂中 你也不會起念起想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觀識不起思念 你問什麼也不起思念 因為你都到這個地灰山脈 任何外境 你眼睛看過之後 你絕對沒有黑白起心動念這樣 這個叫做山脈 但是這裡比較叫做六頂中無念無濟 無念無念的心無濟念 什麼叫做十頂 因為人反覆 看到一個東西 會起出很多百種的思維 這個叫做十頂 聽到一個音聲也會起十頂 這個就是叫做反覆 但是以前裡面是說 情化本心六色出 六色出六問 那麼在六頂中無念無濟 來起自由 運用無濟 怎麼叫做自由不自由 人如果起心動念 會產生煩惱心 這樣你就內心受到煩惱百 受到驚訝百 這樣叫做地 但是來起自由 這樣叫做地 但是來起自由 就說你不會受到這個外景景象 幫你做好 這樣叫做通用無濟 這樣呢 就是發揮山脈 就是地費頂 頂地費 因為有發揮就有山脈 有山脈就有發揮 要注意這點 如果沒有山脈的人 他一定沒有發揮 如果有地費 一定有鬧 這頭前已經說過了 但是這樣來就主宰解脫 這個叫做無濟性 如果百物不舒 就是說今天我們 目標關到外景 你不會黑白起心動念 就百物不舒 當靈念轉 這是發白 現在這是問題 這樣注意一下 如果 你心裡都不會想 這個就是親生 打折的頑空 現在這是要說這樣 因為我們探討那句話 是說無濟無濟的 這個重點 那個無濟是說這個 如果 你如果是說 記到萬類 你都不會黑心 在頂中 像是頑空 這樣這個很發白 這個就是有 落在偏見裡面 那麼我們來看 這個內容是怎麼說 我們來看這個農業 那麼這個 浴室主心 這個本解脫這句話 他因氣 代主毀害 的這個法義 現在注意看這段 浴室寮寮寂 心不足一切處 這句寮寮寮寂 就是什麼呢 就說 無俗不寂 無利不明 這樣 一切寮寮分明 對這個屬上的元氣 也寮寮分明 對這個空上的離體 也寮寮分明 這樣 但是既然寮寮分明 你心 不會接著 在一個點 這樣 不會住一個點 這樣就是名 叫做寮寮 見本心 這樣 修理完全正通 但是你並沒有接著法 這樣叫做寮寮 見本心 英明 寮寮 有見本心 見本心 見本心 這個有另外一個名字 原來可以說 見本心 就是見主本心 現在這個就是 用功的功夫 加一個水準 知道嗎 因為已經 內心 起出法治 所以那個叫做寮寮寮 但是心不足一切處 這個叫做散脈 這樣 這樣 不會受到 你本心 在這六天經常 集一個點 這樣 你知道嗎 那麼這個 這個 這個 不足一切處的心 是心什麼心 就是叫做父心 這樣 不足一切處 不足一切處心吃 就是叫做父心 因為父心 本來騙脈 沒有所謂對他的 接到賣 和賣 和賣 沒有這個 或是說對沒有一個點 他就堅持怎樣 來 那麼 就是父心 也就是名 叫做改發心 也叫做破題心 也叫做無形心 也叫做色性空 這句話 他比較用這句說 正無形發心 是這樣 這樣 我們現在看 正無形發心的水準 就是頭前 他說這個 七個不足一切處心 這個叫做父心 就是名 改發心 也名叫做破題心 也名叫做無形心 也名叫做色性空 這樣 這是台主婦 他改造這句正無形發心 就是定義這種 有這種的心 定義有這種的心 所以你就畢竟如時之時 就說你還不能不足一切處 的時候 要怎麼轉眼 他說你就再努力 努力又再努力 勤加勇工 要怎麼轉眼 就要好好精進去學法 聽到不 這句話是說這樣 你要得到 還不得到政府生活的嘛 所以一定要好好努力學法 勤加勇工 就是什麼 因為這句 告這個水準 就是地肥到三重 為什麼不能地肥三重 就是那個健談的 還在那裡 那個鯊味股中 還要噴嚇 甚至呢 還在有散亂 親衛這樣 所以 如果醫療普羅密來跟他說 就是一定要用工頭前 這四點 我們知道齁 這是要說這樣齁 在那裡 才有勤加勇工 工行做回 就說你都想做回 還有一種性質 所以回家 什麼叫做回呢 什麼叫做真正的回呢 就是一切做無心 就是我們人面對一切境 不是定中 不是定中的無心 定中的無心 就是頑空 但是這個就說面對一切境無心 這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不修 閃閃中的閃閃 就說閃閃閃閃 閃閃閃 閃閃閃 那個叫做無心 這樣叫做悔 人無心吃 無家不真意 那麼心事叫做家 就是愛情心事 因為我們人面對閃閃閃 食心上不想 就學會起心動念 再對親情對人類 就有一個分別心 那個叫做愛情的心 那個叫做家 但是這個心呢 就說無愛情心 就說對這個東西我沒有特別愛 對這個東西我沒有愛 沒有說這個東西我沒有愛 這樣叫做心 如果家就是有分別心 有接觸心 有愛情的心 好到不會有分別 但是如果真 就沒有愛情的心 但是反而今天這個 都總有啦 買到真是還沒辦法 這是屬性的 以我來說我也還沒辦法 我告訴你真的 我知道這個法語上 我還有分別心 聽到嗎 屬性最難變還有很多差別 這個明相差別 還有沒有人的一種執著 這個在我告訴你 還有沒有這個水準 所以他在裡面說 但無愛情心 這是二線空 二線空就是五空或空 沒有這個法的分別 沒有這個五心 他心 數上的分別 這個叫做二線空 好 二線空吃 主人改團 這樣 這個水平就是 這個浴室本心 因為本心是有虛空 沒有分別 但是我們人的主本心 有愛情 有情有嫌 所以如果是可以 達到二線空 就和這個虛空同一體性 這樣主人改團 好 明日準好 好 好